大家好,我是時光包含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評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可以看下一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過去兩年,我們每年都選了10隻 我自己認為漂亮,性價比高 以及可以買得到的好標介紹給大家 今年不例外,我們都選了10隻 會分開兩集 第一隻我們選擇的碗錶是 Ush & Junior Annual Calendar年歷的碗錶 Ush & Junior這個品牌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因為它是一個瑞士的獨立製標品牌 而且它的產量比較小 但是它的來頭不少 因為它的始創人Dr. Louis Ushlin 是一個當代的製標大師 他還曾進入了Ginnex Book of World Record 因為它在很多年前製作了一隻 叫Astralabium Galileo Galilei的碗錶 這碗錶是當時被稱為最複雜的碗錶 它用了一個ETA的基心作為Base 然後加了很多靈部件 去顯示萬連力和很多星象力法的資訊 除了這隻複雜的碗錶之外 Dr. Oshlin 還曾參與過 Ossinadine Freak的碗錶開發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Freak是第一隻用直的物料 放在碗錶的基心裡面 在2000年的時候已經推出了 可以看到Dr. Oshlin 是一個比較前瞻性的製標大師 他在2006年的時候開創了Oshlin Jr 這個品牌 他做這個品牌最特別的地方 他曾經做過一些很複雜的錶 但這次他就想花範圍簡 做一些很簡單的錶 但簡單不代表功能比較平凡 因為他是將一些複雜的問題 想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表達 這次我們選了這個年曆錶 這個年曆錶 很多朋友都知道 他懂得分大小月份 每年只需要在3月1日調校一次 但這隻Oshlin Jr 的年曆錶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顯示日期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錶面上 有31個小圓點在外圈 其中頭尾的兩個圓點是重疊的 很明顯顯示日期的小圓點 但他聰明的地方就是在錶盤下 有一個斜斜的橫條 去顯示這些圓點的時間 去到31號的時候 就是斜間的上部份顯示了31號 到下一日的時候 他移到斜間的下部份的時候 就接住了在1號那裡 所以同樣重疊的位置 都可以讓我們看到30號和1號 另外12個月份的顯示 就在靠近12點鐘的12個圓點那裡 就是逆時針方向下 這個顯示星期的7顆小圓點 就在靠近6點鐘的位置那裡 這個碗錶除了年曆的顯示之外 其他的功能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比如這樣說 全部這些圓點和指針時錶 全部都加了Super Romanova 即是在暗黑的環境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個時間 和我們需要的資訊 另外它還可以做到100米防水 因為有一個傳入式的錶冠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同樣是用了ETA的機芯來做Base 但是它只加了三個零部件 在ETA的機芯上面 就已經做了這個連力的功能出來 那是否一個舉重若輕的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動作 還有這隻不是一隻新錶來的 它之前已經有的 但是我們這次選出來介紹給大家 最主要原因是它們以前這隻錶 就是一隻訂製錶來的 即是說很多無論是錶殼或顏色 大家都可以選擇 但是價錢比較貴 大概是八千多元稅 今年它們開始將這隻碗錶 放進一個常規的系列生產 有三種不同顏色給我們選擇 分別就是這個Base的顏色 橙色 以及黑底白色 它做了這個常規的系列之後 價錢就大幅降低 現在只需要五千元出頭 五千零七十七元稅 就已經可以買到 比之前是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一個儲存 所以覺得都很值得錶迷去考慮 如果你喜歡這隻碗錶的話 第二隻我們想介紹的碗錶 就是Monbron Star Legacy Nicholas Wilsack Chronograph 這隻碗錶它的計時部分是非常特別的 但一般的計時錶都是用指針去顯示計算的時間 無論是秒或分時間 都是用指針去顯示 但這隻Monbron的Nicholas Wilsack 這個計時錶是用兩個轉動的計時盤 加上中間的一支固定的指針去顯示計算的時間 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原來在1821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位為法國皇室去制標的標像 他的名字叫Nicholas Wilsack 因為當時法國非常流行賽馬 所以Monster Wilsack為賽馬的運動設計了一個計時器 這個計時器很特別的 亦有兩個轉盤,一個轉秒,一個轉分 而他在這個計時器中間 就安排了一個可以滴墨汁的一個器材 當這個馬匹去到終點的時候 只要他按動一個按鈕 兩滴墨水就會分別滴在這個分鐘盤和秒鐘盤 我們就可以讀到這個馬匹 用了多少時間去完成這個賽事 這個就是計時器最早的版本 而當時法國人給了一個名字叫做Chronograph Chrono就是時間的意思 而Graph就是書寫的意思 所以合起來 Chronograph就是時間的書寫 這個字一直用到今天都是用來形容這個計時錶 我們看看Monbon這款這麼特別的計時錶 我自己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的錶面 因為它的錶面顏色配襯給別人一種很清新 和很骨子的感覺 因為這個錶是向當年第一次出現的計時器 巴黎致敬的 在上面也有寫了1821年巴黎的一些信息 在上面 不過我自己覺得 最漂亮的就是那個銀色的底 和巴黎釘紋的修飾 另外就是配合那個 黑色和藍色的轉動計時圈 左邊就是秒針 而右邊就是分針 當它起動、停止和歸零 這個計時的動作 全部都是由在8點為止的單按鈕去完成的 當你停止這個計時的時候 在中間的固定的指針 你就可以讀到那個計時的時間 這個錶還有一個Bonus 就是它有一個兩地時間的顯示 兩地的時間都有就夜 分別在左右兩顆小圓點那裡顯示 這個家鄉時間的午夜 所以在功能方面它都頗完整 我自己也很喜歡它在6點位置 那個日期的小窗口 因為一般的日期窗都只是開一個洞 但今次Monblanc是做了一個框 給這個日期窗 令到整個錶看起來是高級了很多 亦都顯示它們對細節的追求 本身這碗錶是43毫米 比它原本的尺寸小了一點 但也是一隻相對來說 比較極度的碗錶 它用那個機芯 是一個Monblanc自己設計生產的 倒柱輪計時機芯 很多朋友都知道Monblanc旗下 所以製作這個計時機芯 對它們來說難度不是太高 這隻錶的定價是$63,200 根據Monblanc的品牌 加上造工和設計 加上一個特別的計時功能 我覺得這個價錢絕對可以接受 第三隻我們想說的就是Rado的DiaStar Original 第一眼看上去這隻錶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這隻錶都很六七十年代的感覺 沒錯這隻錶出現的時候 就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當時就是設計風氣百花齊放的時候 無論什麼形狀的錶殼都會看到 桌圓形、四方形、三角形都有 而這個碗錶我自己覺得 它當時的設計靈感可能是來自飛碟 因為六七十年代就是太空年代 人類剛剛去到月球 所以我覺得飛碟給它這個靈感的機會很大 而這隻錶也是Rado 號稱當時的一隻不會磨損的碗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是第一隻用Sofar Crystal 來做錶的鏡子 即是錶面的玻璃 當時大部分的錶都是用Pixel Glass 即是有機的玻璃 那些有機玻璃看起來比較復古 但是它是容易花、比較容易裂 但是Sofar Crystal 當然是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這隻錶也號稱它是非常堅固 所以要將這隻錶重新設計再推出 Rado 就說我要用現今我們Rado 和Swatch Group 裏面最高級的技術和物料 放到這隻錶那裏 Sofar Crystal 一定有的了 那現在那個錶圈呢 它是用一些很特別的物料 那個錶圈是用一種叫 Ceramose 的物料去做 這一種是一種高科技的合成物料 是非常之堅硬的 亦都是不容易刮花的 還有它有90%是氈化體的一個質地 令到它比較輕 那這碗錶其他部分是用鋼做的 包括了底蓋和錶殼的中間部分 以及錶的都是用鋼做的 這個尺寸也是比較合適的 就是38毫米的闊度 45毫米的高度 厚度只有12.1毫米而已 所以戴上來在手上 就比較舒服和貼手 我自己頗喜歡它的鋼的錶帶 因為它的鋼的錶帶 就是這個H 形的連接 中間也有一些拋光和拉絲的尺寸 令到它看起來很立體的感覺 不過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個錶面 那個錶面是有三種顏色的選擇 我最喜歡就是綠色 錶面是用一些直條的紋 去用了不同深淺的綠色 所以看起來是有一種藝術的感覺 還有它是一隻Date Day 即是星期和日期功能的碗錶 它的星期和日期窗是長條形 都是做得非常精緻的 本身這隻錶是搭載了一個 用 ETA Base 來改良的 一個 Powermatic 的機心 可以用80小時的動力 以及也用了一種 叫做 Nevechrome 合金 來做它的油絲 令到這隻錶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我自己最開心看到的 就是那個定價港幣一萬元 你可以說雷達不是一個 Luxury 的 Brand 但是這隻碗錶給了我們 是非常好的設計 好的造工 我覺得一萬元這個定價 我自己會覺得它是性價比比較高的 到第四隻 Middle Ocean Star GMT 這個碗錶比較大的 有差不多四十四個毫米的闊度 一般來說我自己比較少選擇 這麼大的碗錶 但是因為這隻碗錶的設計很漂亮 而且它的功能非常強大 加上同價位非常突出的造工 我覺得這隻碗錶很適合一些年輕的用家 所以就向這個選擇介紹給大家 它是一個雙功能的換錶 它可以提供兩地時間的顯示 還有就是潛水的功能 它的防水深度是兩百米 絕對是一個專業的潛水深度 我們先說說它的兩地時間顯示 它的兩地時間是一種叫做旅行者的兩地時間顯示 這一種的兩地時間 就是有一支獨立的24小時的時針 這支時針是紅色的 它就指向這個標圈的24小時的黑度 為我們顯示這個家鄉的時間 當我們在家鄉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看時間的時針 和這個紅色的24小時的時針 顯示的時間是一樣的 當我們去到另一個時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地用標觀去調較 當地的時間向前或向後 以每一小時來調較 就不會影響到家鄉的時間的走時 這個標本身是比較強壯 44毫米乘3.28毫米的厚度 有些立體感 還有它的設計很漂亮 它用了一個藍色的標面底色 加了一個半月形的紅色去點轉 那個紅色就是24小時標圈的一部分 還有單向旋轉的標圈 因為這是潛水標 所以它一定有一個單向旋轉的標圈 這個標圈還是用了 CERAMIC的陶瓷來做insert 所以它看下去 質感和亮度都是比較高的 200米的防水 剛才說過 還有這支標本身也是搭載了 ETA為Swatch Group旗下的品牌所製作的 PALMATIC的機芯 可以提供80小時的動力儲備 本身的標帶也很漂亮 它是用了拉絲和拋光兩種打磨 中間的格是拋光 而旁邊的兩格是拉絲 整體效果是非常高級的感覺 這款標的定價 我自己也覺得是非常親民的 10700元 有這樣的功能 有這樣的造工 還有這樣的外觀 我覺得這個價錢 絕對算是一個高成價比的選擇 好,去到第五隻 BOMER MERCY 明示標 它的RIVERA BOMATIC MOON FACE 這隻是一隻有月上功能的碗標 RIVERA 利維拉營 在BOMER MERCY 的系列裡面 曾經是非常受歡迎的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它都屬於Luxury Sport Watch 的分支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市場漸漸忘了它 直到2019年的時候 BOMER MERCY 將它重新設計 加入了更多細節 以及在基深那裡 也作出了很大的提升 然後再重新推出 這次的效果非常好 市場的反應很好 RIVERA 利維拉這個名字 也值得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名字是來自 地中海法國南部的部分 一個海灘的名字 所以是比較浪漫的 今次明時再為它加入了一個 很浪漫的功能 月上 讓我們可以看到新月 看到滿月 這個29.5日的月上週期 就會在碗標上 每一天出現 標的尺寸是43毫米 也比較大隻 就是現在比較時尚 很多喜歡大標的朋友 會比較喜歡 它的厚度是12.34毫米 所以帶起來比較貼手 因為標都比較薄 可以做到100米防水 它有兩個顏色選擇 有藍色和灰色 我自己特別喜歡灰色 因為這個名字叫做沙漠灰 這個灰色襯托月上 在六點鐘的位置 我覺得整體的效果很酷 因為這種沙漠灰 襯月上 在市場上好像沒有其他標友 這樣做 當然藍色的標盤 相對來說比較多 比較常見 所以我就會選擇沙漠灰 還有那個標鏈 都有兩種選擇 可以選擇鋼的 或者是橡膠的標鏈 可以很快速互換 因為它有一個不需要用工具的設計 我自己一定會選擇鋼的標鏈 至於這個標所搭載的機芯 就是Richmond力鋒集團 為這個名士特別開發的 BOMATIC機芯 這個機芯可以提供5天120個小時的動力儲備 整個星期差不多夠閒 而且它的油絲 也是用了silicon來做油絲 所以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所以一隻有月相功能 造工也比較精細 設計我自己覺得很帥 碗錶的定價是39,600元 不可以說便宜 但我覺得可以接受 好了 今個星期先介紹五隻 今年選擇的性價比高 又帥仔 又應該是在公價買得到的碗錶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另外五隻 今個星期的一週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請到達這次 請到達電視 內容 酒 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